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原来会对阵四川K2的第四局比赛 目前我们进入到的是B桌的第一副 底牌二圈四 手家看看是 也是一分 大概率也成交了 二家和卫家都叫不动 狗带是想拼底牌这样 他手中三个三代 想拼王和拼这个不炸的机会 对四 寻求过对十 然后回对二就启动三代 拼上行大于撒九三代 只有一手 看看厨子会不会封对K 真过对十了 这样的话地主应该是 大概率是数炸了 撒六带一 撒勾带一 撒尖带勾 看看这撒尖这手无双有没有动作 带勾啊 他想把底牌带走 那你勾不也是名牌吗 对 勾也是名牌 蓝队先手一分 但这边输四分呢 叫分方位不同 那边是双王的位置叫的一分 拆王打赢了还不容易呢 不 拆王没打赢 拆王没打赢 他那边是 拆王没打赢 红队的手架 红队的 对 这边是蓝队手一架 那边是红队手一架 对 拆王都不好赢 对 太洒了那个牌 主要狗带着这个牌其实挺整齐的 但是他就是牌力太弱 厨子还怕地主是四个九是吧 对 同伴要是有断尖的话 同伴大概率不会炸吧 先打个队也挺好 这牌可以接过来 露一下牌尖去 单九 一露就行了 就踏实了 三个九 厨子的嘴里碎碎念了一下 三个九 好 第一副派红队拿到三分 二迪亚球七 以狗带的交分风格 至少两分 更凶 可以接二 补的其实还行 大牌排力补充很好 对 补充非常到位 慢打吧 这牌尽量别越级 对 拆尖吧 嗯 挺好 先动二反正也行 因为外面是两个尖 对 我上一个二把你小王的话 我俩二吃俩尖 下手